师父我还想有一个问题 我做梦的时候 永远都是黑的 而且好像永远都在忙着什么 也不知道忙什么 而且梦到有时候师父也在 师父在呢 永远是跟别人在交涉什么 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这些梦境 为什么永远是黑的 不好啊 说明你心中的负能量太重了 阴气太足啊 黑的全部都是阴气啊 是的师父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你 你在两年前已经给我看过 告诉我好好念经 我一直在念 现在跟之前就像降头那个人 他给我封什么地府的什么关有关吗 给你下杠头的话 就是在弄你啊 弄你的话 这一定有关系的 就是说他已经把你封死了 你的阳间之路啊 所以你下辈子如果 你这辈子不能化解的话 你下辈子连人都走不了啊 对我非常痛苦这件事情 而且我做梦梦了两次好像在梦中就是要过海关 就是过不去 我在拼命地找人怎么看着过去 你现在好好念经啊 你小房子念的太少 姐姐就念的太少 我现在每天一百零八遍可以吧 我现在每天一百零八遍可以吧 是啊 一直念下去吗 一直念下去 你那个礼佛呢 礼佛呢 礼佛我每天五遍功课 五遍至存 你要讲的 你自己要讲的 你讲了 菩萨保佑 我今天念多少多少遍什么什么什么 要这么讲的呀 明白吗 好的好的师傅 那我小房子还需要多少 那就化解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啊 小房子啊 小房子你至少 一直要念的呀 小房子一直要念的 是是 那我就一直不停的 不停的 永远这么念 小房子你比方说 先念八十八章 最好能够解开他这个杠筒 好吗 好的好的师傅 那我就许愿念八十八章 师傅还有一个梦 你在那个 解梦的时候说过 就是说我的 业障很难消下去 那我如何在求菩萨 怎么才能帮我 把这个难消的业障消下去 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许愿念经放生呀 就是这个呀 被人家下杠筒的话 哇这个业障很重的呀 你被人家吓到了 就说明你本身 也不是太好啊 你有 比方说人家要搞你的话 你至少也有毛病 被人家搞呀 这还不懂啊 是的 是的师傅 我错了 我忏悔 你要是没毛病 人家怎么搞你啊 对不对啊 师傅 对不起 对不起师傅 好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师傅 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 讲啊 讲啊 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师傅 好了 我向你忏悔 我错了 我做错了很多事情 师傅 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我现在知道了 我在许愿 一千零八遍 礼佛大忏悔文 我每天坚持念受 好 师傅 对不起 对不起救命之恩 我错了 我一定好好改 感恩师傅 好 再见 好的 师傅 再见 再见 知道错了 还能改 很多人到今天 还不知道错 你叫他怎么改啊 嗯